冰狼妹 小夕 冰狼妹 我得带走 玉菲你干什么 你干嘛 对不起了 不是说有七十二小时吗 现在时间没到 你为什么要给她执行安乐死 让直接说 什么说 现在能不能找到冰狼妹 全靠里面 都是优狼妹 优狼妹 准备奥 你一直打开 我是优狼 优狼妹 Kenn 优狼妹 呀 呀 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 尊贵的来宾们 特别好的朋友们 经过我们激烈的 网上投票的角逐 现在我们每一个奖项 都已经名花有主了 现在就由我宣布 获得本次比赛 最具人气奖的是 凯撒 最具魅力奖的是 金光 获得最佳出镜奖的是 豆豆 好 最受喜爱奖的是 羊驼 然后 获得我们猫咪类 冠军的是 红小胖 斯诺比 获得我们狗狗类 冠军的是 小勤冰老妹 小勤冰老妹 好 现在 我们就来为他们颁奖 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 怎么样院长 是不是觉得帅到没有彤 那我 你说什么呢 哪儿帅了 你别不承认了 我看你那口水 都快流出来 别闹了 对了 最后多少报名呢 我还没统计 但是我估摸着 应该有两百多人吧 两百这么多啊 是 我跟你说 院长 这报名参赛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看到我们这儿 这么好 都抢着过来办卡 我这三投六币 我根本都忙不过来 这次多亏了亮亮 救了我们宠物乐园 是啊 长得帅又聪明 对不 你又来了 对了 你不是说要借这次机会 寻找结婚对象吗 有没有看到啊 院长 我不是故意假公祭司的 没有人说你假公祭司 看没看到 这 有演员的吧 倒是有 但是在仔细一看又觉得不合适 这么多还没有合适的 再看看吧 我吧 其实心里倒是有个人选 但是 你说的是余飞吧 你怎么知道 谁不知道啊 余飞对丫丫这么好 我们都看得出来啊 我就是觉得我俩不合适 我 我配不上他 怎么能这么说呢 哪里不合适啊 院长 看 看 看台上 美好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现在我宣布 首届完美世界宠物乐园宠物秀 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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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拍片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 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 我们期待来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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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怎么样 我这个业余主持人 还行吗 及格喽 只有及格啊 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哎呀 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大家都是最大的功臣 感谢大家的创意 还有付出一切的去策划 献给宠物乐园 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院长 话虽然说得好 但我觉得光感谢还是不行 得拿出点实际的来啊 对啊 对啊 那你们想要干什么呀 复价 聚餐 哎呀 聚餐复价 那怎么行 怎么说也得做一个美容死吧 哎呀 要不然我们集体去酒吧跳舞吧 好 好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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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都听你们的 我们吃喝玩乐一条龙 走起 好 走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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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25 亮亮 好 拿开你一个爪子 唉 对不起啊 诶 你们在干吗 咱们不管这个 咱们看视频啊 姐妻 坐下 院长 这是会员的身心表 看一下 走了 谢谢 丁函 丁函 怎么样 什么呀 我问你会员质怎么样 有一百多个人参加 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欠下的工资可算可以发了 何止是燃眉之急啊 还有赞助费和冠名费呢 我知道啊 亮亮 有了这笔钱 我们的财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那是 我们只要把会员制继续推行下去 到时候 什么财政危机完全不是问题 是啊 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宠物乐园也可以正常地运行了 那 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有功之臣呢 请你吃饭 只有吃饭啊 不吃拉倒 去去去去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说说看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能不能穿上我给你买的裙子啊 我 我不喜欢穿 穿那么性感艳丽的洋装 丁院长 你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别这个不习惯 那个不习惯 真没劲 明天吃西餐吧 好啊 坐 坐 坐 你 好 好漂亮 特别是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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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就体弱多病 经常住院 我出来打工 也就是为了给她赚钱治病 小七 在这个诊所里 就只有你待见我 你是一条神犬 没有你的话 我想我在这儿 我就难混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小七 这样 往后 我就认你做我的大侄子 成不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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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你大爷 你不可以的 你不信你去问问别人 哪有给狗做大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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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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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大爷啊 真实 这样 往后 我们俩都是兄弟 你别叫了啊 你做我大爷成不成 真实 这 我平白无故的 怎么多了一个狗大爷 快来小七车 这可不行 长此以往乱得种姓不出 还制造出新物种来了 这不给世界添乱吗 这世界上的动物已经够多了 那晚还找我 还约会呢 别臭美了 你看 这种事情 咱们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正经点 对 像这种跨越物种之间的爱恋 的确不能阻容 小七可是血统纯正的神犬啊 这样下去乱了性子 怎么保护他的血统啊 那你说怎么办 你是院长 你做主了 我觉得呢 必须斩断小七跟阿喵的这种感情 绝不能阻容下去 要不 把阿喵赶出去 你想让阿喵成为流浪猫 那总不能把小七赶出去 让小七成为一只流浪狗嘛 我有办法了 冰狼妹 让小七和冰狼妹赶紧把婚事给办了 这主意不错啊 可是办这个婚事也不顶事啊 重要的是让小七和冰狼妹长相厮守 可是你说这女汉子舍得把冰狼妹 交到我们宠物老原来吗 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了 为了完全断绝小七和阿喵这种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只能借助冰狼妹的风骚美丽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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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这个袁大壮又结私活儿 谁结私活儿啊 谁结私活儿啊 我那是 我那是给狗狗做造型练手艺 都是为了咱乐园的发展 你放屁 袁大壮 这个月美容室的创收情况如何 是不是又拖后腿了 那艺术家他总得把脚步 放在走向艺术的道路上 对吧 那法国巴黎 我求求你去巴黎吧 或者好莱坞也行 反正我们宠物乐园这座庙 容不下你这尊菩萨 对 我们宠物乐园庙小 容不下你这尊菩萨 你赶紧走吧 院长你可别听他说的 那人家 亮亮 你能不能不在这个时候 落井下石 我说的是实话 想不想将功赎罪啊 人家可不想去巴黎 这样吧 你拿了这束花去找五汉子 跟他说 人家可是有自尊的 我可不去找他 他伸手就揍了 你让我拿这束花过去 那不是给他个狼牙棒吗 你还不得打死我呀 我是让你拿上这束花 替小七跟檳榔妹求婚 那我也不去 人家是有自尊的 这我可受不了 不是 大招 诶 平心儿吧 你喜不喜欢女汉子 喜欢 那不就结了 可是人家不喜欢我呀 他就喜欢揍我 你先坐下坐下 坐下 大招 大招 感情这东西是很复杂 首先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打是亲 骂是爱 那我听过是听过 这 关键是有的时候 他打就是打 骂就是骂 他跟阿姨一点关系都没来 你听我说 那我这么问你 女汉子打你的时候 每次是不是都特别用力了 老使劲了 那你被他打之后 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像还挺爽的 那不就得了 这就是爱 他是爱你的你是爱他的 那你们是互相吸引的 不会吧 会的会的 你可以趁这次机会 投识问路吗 对啊 你就好像 我和丁寒 他打了我多少次 骂我多少回 我们俩还不是越打越好 越骂越亲吗 这倒也是 你们俩以前可是冤家来着 对啊 不是冤家 不具头啊 那 不是冤家不具头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我跟你说啊 哎呦小七啊 他怎么还没来啊 哎 哎 哎 姐啊 哎你到哪儿了 哎呦我等你老半天了 找什么急啊 哎呦 哎呦我这等的花都卸了 搞不对 哎这大冬天的呀 这花早卸了 你有点耐心好不好 你着什么急呀 再说了 这种事啊 你本都是南方仙道 哎 你回头 你往后看 那天看我看你 你去坑里了 你了 你回头看我看你 你走哪儿 我走哪儿 身似浮云 心若非絮 念若游死 空一缕余香在此 盼前尽游子何之 正后来时 正是何时 风半婚时 月半明时 你是喜欢我还是怎么着 我跟你说啊 我见你第一眼的时候 就觉得你特有眼缘 真的 你触动了人家的芳心呢 我触动了你的芳心 是啊 你和我上小学的时候 暗恋的对象特别像 他和你一样 也是个娘娘腔 您好 欢迎光临 《完美世界宠物乐园》 第一次来吧 情况狗狗有什么问题啊 我这狗这 情况还挺复杂的 一两斤真受不清楚 你还是让大夫 赶紧给我诊断一下吧 那行 那他叫什么名字 登记一下吧 旺财 旺财 那你拿着这个 上二楼诊疗室找大夫吧 走 多谢 好 没事 这狗有什么问题吗 您看他那乳房 乳房 就有点 黑颜色有点浅 大小跟小拇指一样 纵背母狗来说很正常 您到底懂不懂啊 我这是公狗 公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它是条母狗 你看你 还想显摆呢 连雌雄都分不清 丢不丢人啊 这个 这个真的纯属意外 我乍一看 真的以为是条母狗 两边的高丸我都摸不到 你看这边拖毛也拖得厉害 好像真的是雌性化的狗啊 果然是一只雌性化的狗 它多大了 六岁多了 做过绝育吗 没有 没有 我之前还指望啊 它给我生一条小狗啊 之前去过那什么 宠婚建所啊 这你们懂 结果它对母狗没幸福 你看 那它的乳房什么时候增大的 大概两个多月了吧 一点一点增大了 然后就在这叫声都不像公狗了 我都不敢在它出去撂啊 为什么 那边说 跟公狗特安美 我真丢不起那人 它什么时候开始脱毛的 这个 还真没注意 不知道 它喝水多吗 喝水还是挺多的 然后尿也挺多的 我觉得你家狗狗呢 长了个分泌雌性激素的肿瘤 而且你看 从出诊上来看 它有引稿的问题 可能藏在腹腔的这个稿丸呢 有一些病变 才造成它脱毛 爱喝水 有磁性化的象征出现 你看这条狗 是不是跟袁 袁大壮有点像 你嘴怎么那么损啊 人家袁大壮只是有点娘 但她很严谋 这不是跟女孩出去约会了吗 大 大夫 是不是说如果从她这些腹腔里 把这肿瘤取出来 她就能做回公狗啊 应该是的 前提是肿瘤没有扩散 不是恶性的就没问题 不过我们得先照X关或者B超 行 那大夫那麻烦能尽快安排 这个手术吧 给我们检查一下 好的 亮亮 你通知余飞做检查 不用担心 说吧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哪有我 我有房子 我真说 我跟你说吧 现在我连睡觉那张大床 都是我二舅给我做的 手艺特别扭 纯实木的 就我这样的躺上去 一点都不带呼啥呢 你听我说 你别发火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二舅的手艺就是特别好 你说你先别你大舅你二舅的 咱先把冰狼妹跟小鸡的婚事 给解决啊 那还用说吗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呗 以后咱家的事啊 都你说了算 妈呀 还有我说的算的时候 我以后啊 还指着你呢 这明明就是子宫啊 你开什么玩笑呢 公狗怎么可能有子宫啊 是子宫 是那儿白的 大夫 真是子宫吗 是 我那明明是条公狗啊 太新奇了 我给您解释一下 其实呢 这就是所谓的子宫阳性 它本来是一个 在狗狗出生以前 就应该消失的培胎残余 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存活了下来 后来狗狗呢又长了一个 塞尔托利氏肿瘤 开始分泌雌性激素 那么它体内的一个子宫 就开始对激素产生反应 最后逐步感染 就形成了子宫技能 不过在我的手术之后呢 什么子宫啊 什么肿瘤啊 就不用担心了 那也就是说 它还能成为一条 正常的公狗 虽然说它以后不能生育了 但是基本上和那些 正常的公狗没什么区别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到时候 你就不怕再牵得出去 跟别的公狗搞暧昧了 兴致挺高啊 大庄 你俩干吗来了 我们就是想来问你 你去谈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是人家的私事 你问什么呀 怎么就是你的私事 小七的事你聊得怎么样了 赶紧去给小七准备婚礼吧 为了这事啊 人家都差点现身了 小七的婚礼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 对了 院长 嗯 你说这自古以来 哪有给狗办婚礼的呀 呃 他们到时候要不听话 到处跑来跑去 那怎么办啊 也对啊 到时候婚礼没办成 光顾着找狗啊 我倒是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们可以让狗狗的主人 代替狗狗结婚 让艾亮代替小七 让袁大壮的未婚妻呢 代替冰郎妹 啥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 亮亮 你说什么呢 那可是我的未婚妻 跟你站一块 那算怎么回事 是不是丁院长 亮亮自己都同意了 我没意见 大转哥 这就是一个仪式 说白了就是一个形式主义嘛 反正我不高兴 看什么呢 我买给你啊 这次是过我未婚妻买的 既然我改变不了 你们站在一起的事实 那我就把它画得美美的 冒昧如画 说得好 本来嘛 你那个九零后的未婚妻 就是一朵椒花 我就是一个绿叶 那你慢慢挑 我去跟丁韩说 你同意了 行 行 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这有规定 宠物狗不能带你 我这不是普通的宠物狗 这是一只名狗 我是带它来和导演谈合作的 懂吗 先生 您 您 您是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玛 玛丽 对 玛丽 可不许 赶紧演的戏了 您 您给我亲了没关系 现在没时间 赶紧带我去六号包房 您这边请 你用什么呀 什么名人 不就是个人名 坐下 坐 梁老 又 马大腕来了 不敢的 听说你们 要投拍一部和狗有关的戏啊 对啊 和狗狗有关的戏 怎么能没有我呢 我们想找你来着 问题是 还有问题呢 您别光摇头啊 梁导 为什么不能用我 论长相 已经帅得没朋友了 这先不说 论演技 那演什么像什么 这也不说 关键是 那人气啊 怎么就不能用呢 再说了 我可是以眼狗注射 不对 我是和狗狗一块儿演戏出名的 对对对 所以我和狗的感情 那绝对是无敌了 对 还有 您知道我有多少粉丝吗 就刚才 就有两个热情的粉丝 找我签名呀 合照什么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您这个戏要没有我加盟 那就是和市场 民意对着干 收视率绝对要降一半啊 马德巴尔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你的片酬太贵了 现在一句两心了 你知道吗 单集成本有限 但是你们的明星呢 一个价地往上涨 我想用你 但用不起 梁导 您别这么说 这片酬高不高啊 要看回报率啊 对不对 咱们啊 可以拿数据说话 这数据可是最有力量的 您看看 您看看我演的戏啊 这是第一轮的收视率 你看 这是第二轮的收视率 多少家电视台的收视冠军哪 这说明什么呢 这些数据证明 我值这个价钱 值 真值 其实这些咱都可以不提 郑太梁导 这个价钱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汉 那还有谁 我带着嬷嬷来加盟的呀 是不是 人家嬷嬷 绝对可以演你们这部戏里的主人公 不对 猪狗公 猪狗公说得好 但是嬷嬷特别可爱 但是咱们的猪狗公已经定了 这么着我先上个洗手间 你等我一会儿 好吧 那 那 我等您啊 您再考虑考虑 要不把那个猪狗公换了得了 莫莫呀 咱爷俩可一定要把这个戏 拿到手里呀 要不今天没什么戏拍了 你说这些公司也奇怪啊 为什么都不找我拍戏呢 加油 加油 结账啊 你就要找李彪那边 您是说大名青马力 没错没错 人家是大卧 我去结账 他肯定得跟我急 好吧 找他 明白 莫莫 我觉得这回差不多 虽然他们定了别的狗 但是以咱们的能力 能把他们拿下来 嗯 我去结账啊 你去结账啊 你去结账啊 咱们有那么多的人气 那么多粉丝 怎么回事这两岛 上次我这么吵谁呀 等着啊 去看看 服务员 有没有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的去哪了 他早走了 走了 这两岛 先生 你还没结账 结账 对 那个人说 您是大明星 抢着要结账 这倒也没错 多少钱啊 二百五 你猜二百五 说二百五十一 我这都不想 我这都不想 你回来了 还怎么样啊 怎么样 说呀 这个梁导演 借口上厕所 偷偷溜了 还得让我给他付账 我当什么事呢 让你买个单 你生啥气呀 主要是戏谈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反正没我和莫莫什么事的 为什么呀 没谈拢啊 那梁导说 我价钱太高 用不起 其实这梁导说的也没错 你看最近有这么多部戏找你 都卡这儿了 要不咱降降 当然不行了 我就是这个价 降价等于掉价 我要降了价 圈里人怎么看我呀 玛丽 你这样想啊 咱们拍了更多的戏 名气更大了 到时候再提价也不晚的 我不懂 现在不比从前了 以前咱没有名气 需要的是机会 现在咱已经成大明星了 当然不能降这个价了呀 有的是这人找咱们 不价 你现在就是一味地追求高片酬 但是没人找我们呀 有价无事你懂不懂啊 怎么有价无事 市场好极了 找我的人多得去了 不能价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我不懂 咱俩不是一个层面 不是一个层面 不懂不懂不懂 就你懂 不要影响了我的心情 影响了我的宝宝 做饭去 马丽 我给你做凉拌谷瓜 给你拜拜活 跟你来吃饭 没心情 不想吃 我知道 你心情不好 不想吃饭 但是 肚子也会饿的吗 说了不吃了啰嗦什么呀 梁岛不用你 你心里有火 你冲他发去啊 你冲我发什么火呀你 算什么呀 烦不烦呀 马丽 你说说看 有多少次我做完饭了 你却没有吃 每次臭这个脸回家 你打我当什么呀 刘小柯 别和我闹啊 我在外的拍戏挣钱 我容易吗我 你天天在家闲着没事 你还不乐意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说的是人话吗 我闲着 就你忙 就你能挣钱 我是跟着你沾光啊 说错了吗 这家里是不是 我在赚钱养家 我当明星我红了 你是不是跟我沾光 错了吗 是 你是成了明星了 你了不起了 你都膨胀得没边了 看你就是个气球 一戳就碰 指谁呢 我指的就是你 就是你 礼貌点你 怎么了 我怎么碰到你 你 我跟你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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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莫莫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莫莫 莫莫要是有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莫莫莫 莫莫 莫莫 你说这院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院长啊 这次参加了中国动物志愿者保护协会 又身居要职 估计怎么着 也得五天一个礼拜吧 怎么着 想偷懒着你 怎么可能啊 我知道院长又派你做监工了 那是 你好完美世界重了 你不是那明星玫莫莫吗 大明星 对 玫莫 玫莫莫莫 对吧 这位是您的太太吧 听说又怀孕了 在八卦杂志上 你们片别说了 赶紧看一下 我们家的狗狗怎么样了 你狗狗这是怎么了 我不小心踢着他一脚 别记了 你快找最好的大夫来就行了 两块 怎么办 余大夫出指了 这 找 找凉凉啊 行 那你拿着这个 直接上治疗室这边请 我可以 医生 我们家梦梦怎么样了 她没 没救了 不是 没什么大碍 医生 你刚表情是吓死我了 但是 现在具体情况也不好说 要先拍片子来看一下 好 好 好 各项检查都做了 片子也拍了 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那 那我们默默为什么会这样 我估计是受到惊吓的缘故吧 对了 她怎么会被踢伤的呢 医生 这都得怪她 她跟我吵架 结果拽着 我的手不放 我们家梦梦就冲上去了 结果 行了 行了 打住吧啊 不知道搁枪有耳啊 这话要是传出去的话 明天各大新闻网站的 头条新闻可就是 大明星怎么施家暴了 你真是想太多了 我才懒得管你们这点破事呢 医生 你可别跟她计较 她认人就这样 成了点名 觉得自己了不起个要死 行了 我说的话你要记住 像我这种级别的大明星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得注意了 这 整天就知道吹嘘 你看 这嫉妒心理又作祟了吧 简直不亏礼遇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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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消气 消消气 我说句公道话 作为男人呢 老婆又怀着怨 还是多得谦让一下 然后别老叨叨 没意思 也别在我们这吵 大惊小怪的 精重拍的 猫猫狗狗也不好 墨墨她没事了 带她回去观察一段时间就行 什么态度啊 这比大明星态度都糟 看我这颜色怎么样 最喜欢的颜色 谢谢你给姐买了 来来来 大明星 大明星 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你给我签一个吧 你对对 赵哥向我们签 还有我 还有我 明星大了真麻烦 你给宠物看看病 把我粉丝回追堵截 你说说 这真是不安生的 嘚瑟什么呀 赶紧给别人签名字 不签 走 别走 别人也是一片热情 大明星怎么能给人签名字 跌份 懂吗 走 真是不开心照顾 来来来来 你给我签一个吧 对啊 还真没看出来 这人怎么这样 你耍大牌 还没多大牌呢 就这副德行 那我跟你说啊 真大牌我又不是没见过 个个都谦虚着呢 那像他呀这找不着本 哎呀 那怎么说人家还是蛮帅的嘛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 多性感 你大壮 疯了不你 我说的是实话呀 小心我向你未婚妻啊 告语一众 那我家那位可只听爷们我的 你就吹吧 我 我们这有规定 宠物狗不能代表 我这不是普通的宠物狗 这是一只鸣狗 我是带它来和导演堂合作的 懂吗 你 你是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马 马力 马力 可起来看你演的戏了 天哪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不认识我 这个世界上不认识就得人多了去了 余大夫是吧 对啊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没印象啊 你以前带狗来看过病 你火星来的吧 手空那么有喜 你竟然认不出来我啊 还有啊 这里年头雷剧那么多啊 那我给你个惊喜 你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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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钱可不是我一个人拿啊 那还有谁 我带着莫莫来加盟 是不是 哎 人家莫莫 绝对可以演你们这部戏里的主人公 啊 不对 猪狗公 小七 今天不是你结婚吗 还是做狗好 做人 真男的 今天你结婚 必须得打扮得精精神神的 好 走 下面呢 我们有请新郎和新娘 巡视 我们呢就有请狗哥的主人 来替他们巡视 小七 你是否愿意娶冰郎妹为妻 一辈子爱她 安慰她 尊重她 保护她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我愿意 我愿意 停 还没道理呢 有 有 有